因为这个车其实 车子做大做小 成本差异不大 但是你要投入一个 车子的研发跟生产 其实不太容易的 C Segment的Sedan来说的话 我认为它是用料 跟价钱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其实我们最近 我们公司也陆续续 有做一些分析的报道 长期测试 对 你仔细去研究之后 你真的发现 你如果花七八十万 八十多万 买一台这样的车的话 确实是比你花一百多万 或者是更便宜一点 买其他的车子还划算 好 那一定包括了 外形 质感 内装 现在主流的配备 安全配备 各方面它都还是要 一定实力才行 对 当然 像这一台Sentra 是我们最新买的一台 那这个车为什么会买 其实我对于开日系车 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是这台车 那个时候要推出的时候 我一看到外形 我说这中奏 新好男人改头换面之后更帅了 真的 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试Otima的时候 觉得Otima好帅 但好大一台进口的 一百多万 可能不是大多数的家庭 可以比较轻松的负担的 但是如果那台车是国产的 而且尺寸再缩小一点 排气量再小一点 再省油一点 我想很多家庭就会觉得说 很赞 对不对 我找到解答就是Sentra 好 就是Sentra Sentra因为你看到VMotion 然后它的前脸 然后你会觉得它有很多 很个性化的锐利的线条 我们等一下到车车来看 其实真的很漂亮 对不对 小七刚刚有提到了 你说排量小一点 还有包括了你整个 引擎歌系的成熟度 耐用度 妥善率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那你给它什么样的评价 我觉得这颗引擎 人家说科技的日产 我觉得确实没有错 我们打开引擎盖来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刚刚说 这个车子应该大多数人 会觉得说可以买 通常会买日系车的消费者 他都会觉得说 引擎最好省油 耐用 不要花太多的心思 去保养 去维修 对不对 所以这台车它用的引擎 虽然国外有2.0升的 但是国产的就是1.6升的 穗金的级距 第一个就符合大家的要求 第二个级距省油 它这个引擎真的非常省油 包括我最近刚交车几天 开下来 我觉得这个车省油上面 的确有巧思 比如说它的CVT的变速箱 它很快就会锁定 而且锁定在非常低转速的区域 比如说1000多转 大部分市区开都是1000多转而已 所以一来安静 二来一定省油 再来它用了很多科技 比如说什么绒孔刚径的技术 GTR那时候的一些技术都下放了 对 让它阻力变比较小 而且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全铝合金 减低它的重量 另外在你那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压缩机 它的皮带上面 它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装置的 它在低负载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降低压缩机的阻力 所以它包含这种小东西 它都用心思去做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台车这么大一台 但是它的油耗 我觉得确实是符合 传统日系车消费者的要求 这个我觉得是相当难得的 所以你是在Vocus Altis之后再买入了这一台Centra 都在做长期测试 都来做比较 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 我日常用车 我的竞速性也很不错 是吗 这台车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棒的特点 就竞速性 包含它这个很多地方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比如说它已经盖了隔热 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胶条 另外甚至像这里 所以它很多风切声的阻绝 它可以阻绝掉 很多看不见的地方 我觉得都做得相当的不错 好 那还有就是 小七开这一台车 才交车没多久 听说你在路上 常常就被民众拦下来 为什么 对 我要拦过三四次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拦下来问我说 这台车新车 是什么车 买多少钱 你上的车怎么做 也就是说大家突然好奇了 觉得这台很勾引人的车 好像跟印象中的Centra 不太一样 乍看之下 会觉得是一个全新的车款 乍看之下的确是 还有人问我说 近口怎么做比较小的 他以为是Otima 他以为是Otima 但实际上看起来这个车 实车看真的相当的大 对 我觉得他主要的一个造型特色 来自于从A柱开始的线条 就是你各位看到 黑色的这部分 你车顶是不是有另外在选 对 我这车设计很有意思 因为我本来都不买白色的车 后来因为我想一想 长车因为很快就会卖 所以还是选白色的中午车 这是现在最大中 大家就喜欢黑白配 对 那白色我又怕太单调 所以我还是花了一万五选了 双色的车顶 那双色的车顶就是我被拦下来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看起来好像很特别 然后特别是这个后面 低柱的部分 它跟窗框是整个往内收的 再下来车尾的部分 有点类似苦配的感觉 所以整个线条算是相当年轻 很漂亮 所以我们看反应在销量上的确的 它是在要提子之外 10月份交车破千台的国产交车 它有哪些配备是你个人特别喜欢 我觉得两个很棒的配备 是我印象最深刻 第一个是无线的Apple CarPlay 我交车那一天 夜代就帮我设定 他说曾大哥你手机拿出来 我帮你设定 我还以为他要帮我设定什么 结果是无线的Apple CarPlay 它是用蓝牙去跟主机座连接 所以真的非常方便 很科技 我现在只要一上车 Apple CarPlay就直接就连接 有另外一个功能我觉得很好用 就是遥控启动 其实这很一般来说 有这个功能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进口车 豪华品牌一点 车窃高一点 但Scentral有应该是一个亮点 对 我觉得你用平价的车子 你可以享受这功能 确实是蛮炫的 像我的话还蛮受用的 因为我办公室 车子就是停在办公室外面 所以有时候夏天的时候 如果能够先启动引擎 开冷气的话 非常好用 那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呢 车子锁起来 在锁起来的状态之下 它的钥匙有一个回旋的按钮 对不对 我们把它按下去 就是在车上锁之后 然后它可以这样的遥控启动 对 而且它启动之后 它当然冷气会开始放 但是车门还是锁起来的 你还是必须要解锁之后 才能进去 这个就是小七自己在日常使用上 觉得是有增加方便性 我觉得这还蛮方便 蛮好的 空间的部分我们也另外来看一下 空间的部分当然它的 我先把它解锁 空间的部分 大家最在意的应该是后座空间 后座空间我觉得它是一个 还蛮合理的空间 但对上主要的竞争对手 Altis来看的话 我认为稍微大一些些 因为我们在讲说 他认为这是在 台湾的消费者的选择当中 可以去考虑到的 超值划算的选项 对不对